这条数 我们的以知条件就说到A的平方加B的平方 就等于一个大括弧A加B减C整个东西的平方 而且我们又有B不等于0 所以我们会有这一块东西 B的平方当然就大过0 A的平方我们如果assume它 take一个minimum value 就是如果这块东西等于0的话都好了 右手边这个大括弧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这块东西怎样都会大过0 然后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这条式题目就有A的平方和B的平方 我们尝试找它出来 具体一点我们就会有 A的平方就等于A加B减C整个东西的平方 减B的平方 而B的平方就等于A加B减C整个东西的平方 减A的平方 你看到我只这样写就好像很废 只这样在那里调一调 调过去就是了 然后当然就有下文了 我们看到这个表达式就是一个平方 减另外一个平方 也就是我们可以有公式拆开它 那这个东西拆出来就是x加y和x减y 那么刷出来就会第一个是A加2b减c 乘以a减c 那么下面那一块呢 就刷做2a加b减c 再乘以b减c的 那么请注意啊 题目呢 是讲到b这个东西不等于0的 那么所以b的平方这块呢 当然不等于0 那么既然是平方的话 那么它不能够负数的嘛 那么所以这块呢 怎样都好 都会大过0的 也就是这块怎么 都会大过0 那么既然大过0 两个数 相乘 那么是大过0的话 那么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它们没有一个是等于0 那么所以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extract的结论呢 就是b不等于c 那么如果b等于c的话 这个就不会大于0的了 那么就会直接等于0的了 那么就挖掘了我们题目 本身提供到的这个b不等于0的条件 那么所以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掩抖了一个b不等于c的这个条件 那么然后呢 我们回到这一条题目了 那么接着下来 那么是时候就可以选择这些a的平方和b的平方 到我们原本的这一条式里了 那么所以呢 原本的这一条式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扔下去了 那么这条式就会变成这样的样子了 a加2b-c 直接将这个10到这里 那么就乘以a-c 再加a-c整个东西的平方 over 2a加b-c乘以b-c 再加b-c整个东西的平方 那么然后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有些数可以抽出来 对吧 具体点说也就是这个a-c 那我们抽完之后 再将其他东西固定 我们剩下的就是 2a加2b-2c over b-c 咦 那我们发觉呢 有因子呢 是突突变的 那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双弱了 那所以 这条题目呢 最终simplify完之后 最后的答案呢 就是 a-c over b-c 那这条数据呢 除了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x 代入去这条式里 那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呢 那这条式我们会有ax的平方 mx-n 然后又减一个分数 那我们发觉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 这条式里面呢 有一个ax的行 那 因为x是属于一个麻烦的东西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 把它抽出来 那就可以降低 我们日后要处理的x的次方行 所以里面呢 今次就只剩下一个x over mx-n 然后减1 然后下一步呢 那就可以慢慢墮进去 这条式了 那将x墮进去 那会变成什么呢 那a 接着然后x 然后x 就是mx-n 那里面 那里面 那里面x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一模一样 mx-n 然后下面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看到有mx-n 那这个跳了一点点 那如果我们画一画的话 就会变成n的平方 overm平方减n 那这个东西一模一样的 那然后减1overm 这个分数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 原大分数 分子里面的分母 和分母里面的分母 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遇到一些这样的分数呢 其实就可以 直接这样约 约完之后 出到来呢 那就是mx-n overmx-n 就是很简单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之后这一条东西呢 就会变成 amn overm平方减n 成 那么 这个mn 一个n的平方 那就是可以约一个 就是m over n 减1overm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 amn overm平方减n 那这个就通份了 通完份之后 我们会有m平方减n overmn 那然后呢 经过一轮施杀呢 这一轮施杀呢 就是m m平方减n 那这条式 最终得出来的呢 我们就会剩下一个a了 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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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